震动!崔永怡原发文禁止范冰冰复出! 近日,网上有不少消息称,范冰冰即将复出,关于范冰冰的新闻消息也逐渐增多。 除了他自己为某眼镜品牌拍摄的广告外,李晨和范冰冰家人也引起了不少热议,甚至就连流量小鲜肉王源与范冰冰解约,也带着范冰冰登上热搜。 2月14日凌晨,崔永怡原再次删除范冰冰方与电影《大轰炸》签订的聘用合同书之补充协议,并配文怒对范冰冰听说要付出了,把合同范本再晒晒,省得补会签了。 这是补充协议,网友可以建议再补什么条款。 。 崔永远配文讽刺致意浓厚,不少网友则调侃,崔永远是在立足范冰冰付出。 网友们也纷纷发声,不少人声援崔永远表示要严厉打击偷税漏税行为,范冰冰也必须受到严惩,甚至将范冰冰的付出上升到了国家的高度。 。 不过也有相反的意见,有人认为范冰冰已经知道自己错了,要给她改错的机会。 。 有人仔细则看过崔永远删除的合同书,认为崔永远就是在煽动群众,这份协议并没有任何问题,税务局也已经都查干净了,崔永远现在是在蹭热度。 。 。 如今支持崔永远和支持范冰冰的两方各执一词,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?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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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